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贩局马云为什么没有参加这样的讨论还在继续 马大师自己会议说没有人邀请他 这透露出哪些讯息 今天一网打进 首先来帮大家调查最近有没有好心情 这次是薪资的薪 来看到了今年以来至少有22个地区 宣布提高了这最低的工资标准 那其中像上海深圳浙江天津 还有像是北京的月低工资标准 是达到了大于或者是小于2000元 大家在图表上都看得很清楚 那其实上海排第一的最低工资的标准 是2300元是内地最高 那深圳排第二那是2130 那有很多人都讲了 在当地的生活费本来就高了 那现在调了多少是不无效补 那您知道为什么说2017年上调 最低工资标准的地区数量 比2016年来的增加了吗 来帮大家来做一个调整 来做出这样的一个讯号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专家讲 他说根据在规定 这最低工资标准 没两年可以调整一次 所以2016年那时候调的没有那么多 那去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 今年中国经济保持着 稳重向好的一个情况之下 所以企业经营状况改善了 所以大多数的地区去年又没调整 所以今年调整的地方 就稍微多一点点了 那希望就是未来的数字 可以幅度更大了 没错 那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大家也非常关注 居民收入是不是也会同步增加 让我们的生活获得感和幸福感也更强呢 这2000多块钱对于很多富有的阶层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一顿饭钱都不值 但是对于很多生活在底层的 尤其是极端贫困的人来说 哪怕只涨100块钱 对他们的生活来说都有巨大的差别 好的收入的增长的背后呢 就是GDP的增长了 说到中国的GDP增长呢 广东统计局最近是采用了一个新的统计方法 结果发现呢广东2016年的GDP 国民生产总值高达8.08万亿人民币 哇这是中国首个破8万亿的省份 这个8万亿的GDP是什么概念 是富可敌国绝对的 这广东一个省的GDP就相当于西班牙 或者法国这样的欧洲国家的全国的GDP总量 相当的厉害 那不只是省富可敌国 城市也是富可敌国 我们来看看提起广东的 以前大家觉得最发达的是广州 但是采用新的统计方法之后呢 深圳的GDP已经超越广州 成为广东最发达的城市了 现在深圳的GDP已经破2万亿大关 所以最新排名啊 中国现在经济最发达的三大城市 北京 上海和深圳 好顺便说一句 这个新的统计方法和过去到底有什么区别啊 其实呢特别简单 就是他把这个研发支出啊 算作了固定资产 而不是损耗expenses 那这样的新的研发这个统计方法呢 不仅是国际惯例 而且对于很多就是研发占于大头的一些省份来说 是相当有利的 那说到这儿呢 我们知道广东就是中国研发 还有科技创新非常发达的一个省份 最新的统计方法 也让广东的GDP增长了不少 但很多人就说了 要拼经济之前 要先把这学业巩固好 这很多家长灌输下一代的观念 那最近有一些家长就发现了 奇怪 这什么义务教育难道要升级为12年了吗 中考也要取消了吗 不然朋友这床年是假的啊 在教育部的网站就说了 针对最近的网路上流传的 9年的义务教育 接下来要升等为这12年制了 那其实呢 中考将取消的消息 这教育部相关的负责人就有提到了 他说现阶段这不可能把这9年的义务教育 升级为12年制啦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目前还不具备有像这样的条件啊 对不对 那你想想看不具备有这样的条件原因是什么 其实中考将取消的消息就等于是假的 因为这个负责人还告诉我们了 这一次改革推行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并不是要取消中考 观念要正确 而是要把初中毕业考试 还有高中的考生考试是合而为一 让这小朋友们在准备考试的时候 不会说要重复准备压力这么大 可以好好准备一个专一的项目 也减轻学生重复备考的负担跟压力 对对很多希望中考取消的那些学生打来说 让他们空欢喜一场 其实教育部发言的一个重点是说 之所以没有把义务教育从9年提升到12年 是因为他们觉得现阶段中国最主要的一个矛盾 还是说教育发展的质量不均衡的问题 还有教育发展不公平的问题 比方说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 城市里面的人接受的教育和农村的义务教育 这个质量是千差万别的 比方说在农村有很多地方 这个留守儿童早就失学辍学在家 还有地方呢就是也是有一些上不起学的现象 所以即便有义务教育 但是农村的发展和城市的发展 还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中国觉得呢 现在首要是要先把发展不充分的 这个问题给解决好 对先巩固好 好我们说到中国的教育发展 那个不平衡的问题 其实中国的地理位置各种发展的 也是存在不均衡的问题 但是通过修铁路可以南北贯通 这里我们要说的是连接南方和北方的 这个西城铁路在12月6号是正式开通了 那么以后呢往返西安和成都之间 只需要三个小时27分钟 比船舵的方式节省了高达7个小时 好这个铁路的开通呢 不仅是大大节约了乘客的时间 而且更重要的意义是 它是中国第一条穿越秦岭的高速铁路 打通南北 从而可以带动西部比较落后的一些省份的发展 好刚刚大家听到了 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 它打通秦岭这么重要呢 因为秦岭在中国的地理位置上呢 一直是一个相当于天欠的地方 分隔了南北 你知道唐代有一个世人叫王博 他当年送他的朋友去四川的时候 他就觉得要送他到天涯了 就感觉送到四川就是天欠 隔了一座千山万水 所以呢他打通秦岭之后呢 可以让南方和北方的这个地理位置 联系的更紧密 也让那些在秦岭附近 特别贫困的一些村寨 有机会和外界发生更多的经济联系 带动经济也让我们这些爱吃鬼呢 可以到处这样沿线吃下去 各种美食一次饱满 那接下来这个消息呢 可能就不是说这么欢乐了 这是一个事实 而且要呈现给大家 帮大家持续追踪 在2015年的11月中的时候 大家当时都有听到一个消息 就是有一名产妇在周知县 他生下孩子之后很不幸的 因为种种因素就往生了 那往生之后家属就一撞 就把这个周知县的这一间 人民医院给告上了法院 法院就做出了判决 就说的确医院是有疏失的 所以要判赔给家属50多万元 而且是强制执行 那家属就想说 终于帮自己家的这一位媳妇 找到一个结果了 要去取尸 把他带回家 终于可以下葬的时候 发现这不得了 这医院竟然给了一个天价 这是什么 停尸费 停尸费 这怎么会这样呢 竟然是一天要150块 然后累积下来十几万 还要赚死人的钱 非来一往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透过这个片段告诉你 发表我以前记者我来 如果家属在里面 你快把他弄死 那做一辈子牢 那为我原来做一辈子牢 我就先干成案 恶为人家这不动法 谁就在别人 那把这个事情弄 你给我做 你给我做 不要碰我 不要碰我 我把你碰上了 你干干啥 你是要干啥 干啥 你干啥 你说干啥 要我们看过这 用三花给 我面上拜 这就是这样 不要做 楼也下箭子 没有 谁下箭子 可以招 楼也都下箭子 因为我说不在这嘛 下火上是咋 不像大重的意思 是咋子去 是不念 地核性龙脑损伤伤吧 出诊的 突破诊断的一个结果 还有身上 有大部分的这个 挫伤 还有软主子损伤 十几分钟吧 十五六分钟吧 放遗体的那个房间 如果说整个太平间 区域的话 应该是超过半个小时的 很多人啊 就看到 你看这个当时案子判的是 周志县人民政府判家属 给家属五十多万人民币的赔偿 家属也拿到这笔钱了 可能呢 网友觉得说 县人民医院心里面特别不舒服 怎么白白的就损失了五十多万 所以呢 就动了一个歪脑筋 想出了停尸费 这种匪夷所赐的名词 希望赚回来十多万 结果还是得不成十 所以这个小脑筋啊 要不要动在这些方面 好 我们再来说说啊 这个CNN的报道说啊 谷歌公司呢 现在正在招兵买马 不过他们招的员工 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工程师 而是删铁员 哎呀 这个删什么铁呢 据说呢 他们觉得现在在YouTube上啊 那种煽动暴力啊色情啊 还有特别偏颇的一些视频贴子 太多太多了 混淆视听啊 然后损害这个社会的言论自由 等等等等 所以呢 他们就希望招兵买马 来专门负责YouTube上 删那些不符合 这种言论规定的帖子 据说呢 招聘的规模达到一万人 那很多人就说啊 现在这个机器学习那么厉害 人工智能 为什么不让机器去删呢 其实呢 Google以前也让机器删过 结果发现呢 这个机器虽然删的效率高 但是删了一帖 顺便把九个好的帖子也给删了 所以Google觉得 看来有些工作啊 不一定是机器能完全做的 还是需要人 听到Google招兵买马 删帖技术活儿啊 这个门槛也不是这么高 很多网友特别兴奋 报名报名 我们来删帖 但是又有人讲说 终于不用担心机器人 真的会取代我们的工作了 至少有一些事我们还能做 对 接下来呢 要来聊一聊是欧盟啊 最近又有新举措了 但是这也是招来的 正负两级的大 这种评价就是很大的鸿沟的 你看啊 经过他们说 长达数个月的这反复讨论 就像一个结果 欧盟公布了包括17个国家 还有地区的避税天堂黑名单 这一份名单当中 中国的澳门也在列 欧盟将进一步的讨论 对这一份名单上面的 这一些地区还有对象 来采取制裁措施 那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澳门特区的政府发言人办公室 6号的上午就发回应了 就说了 这政府认为这欧盟的决定 单方面还有片面 不符合澳门实际的情况啊 因为澳门当地呢 绝非所谓的避税港啊 或者是说像避税天堂 反而是一直积极的 都与这国际社会来合作 都很开诚布公的不是吗 那另一方面其他上本 还有韩国嘛 图尼斯阿联酋关岛 一连串的名单 其实看在这欧盟自家官员的眼里 都觉得怪怪的 很不好意思 他们有一个欧盟议会 内部的议员就批评 如果说你欧盟 你想要保有可信度的话 你也come on 拜托一下 应该是要把欧盟内的 这避税天堂 你也包括在里面吧 你只列别人的 那你这还有可信度可言吗 我想全世界都在为你打分数 对 说得非常好 其实在欧盟内部啊 就有很多很多国家 本身就是避税天堂 应该像什么爱尔兰啊 大家之前爆出来说 苹果在那边 还专门跟爱尔兰签订了 很多避税协议 让苹果公司每年少 交几十亿美金的税 所以其实有一个误取 就是大家一直觉得 这个避税是非法的 no 其实从法律定义来讲 避税是合法的 逃税才是非法的 所以避税天堂 到底是不是非法的 应该怎么监管呢 很多政策制定者 都觉得这是一个 蛮有挑战性的问题 好的 网友最关注呢 今天关注到啊 如果今天你翻开吉林日报 你会发现一个 特别不一样的版面 它的第五版 全版刊登了一个文章 讲的是什么主题呢 哎呀 讲的竟然是 核武器常识及其防护 今天你打开报纸 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 像教科术一样 非常详细的一个解说 里面详细讲解了 核武器的定义特点 核武器爆炸之后 产生的放射性污染 做了科普啊 然后第二部分呢 是重点介绍 核武器爆炸以后 民众到底该如何保护自己 而且除了文字之外呢 还有特别多的 这个很生动的动画 来详细解释 怎么清除身上的放射性元素 哎呀 大家觉得 实在是太不同寻常了 网友纷纷在问 这透露出什么样的信息呢 难道 点点点点点 网友自己也没有说明白 此处省略5000字 啊 这个吉林旁边一江之隔 就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邻居 他接下来会有什么举动 大家也是蛮担惊受怕的 防范未然 未雨绸缪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哎 无独有偶 今天这个产经新闻 我特别想到 是日本媒体爆出来消息说 有情报流出说 美国最快12月18号 就会对朝鲜发动空袭 哇 这样一个消息 那如果是真的话 那就是一个大新闻了 但是我们特别想到 这是日本新闻的报道 不是我们 目前没有任何的证实 换一个轻松一点的话题 想要这些严肃的话题 对这个 我觉得世界大战要爆发了 对于这个美国前总统来讲 奥巴马他最近好像已经开始 失业第二春了 我看到最近在微博 我还有在微信上面 很多人在刷朋友圈上面 都看到 怎么旁边跟那个 很像欧巴马的蜡像在合照 而且这蜡像表情又蛮真的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透过这个片段我们来看一看 手机收起来 手机收起来 手机常不收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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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就说 哇 这一个微笑 这一个一口白牙的价值 真的是代价很高 因为入场会 入场会 会啊 吓到 因为我真的跟大家讲 这讯息我吓坏了 跟他合影另外收费 要单次25万到30万不等 对所以想引赶紧红 你红了之后 哇 一个招牌笑容 300到5000就可以 哦 可以可以 会捐去做公益哦 好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 英国明年5月份呢 就要迎来一场皇室大婚 哈利王子和他的美国女朋友 梅根呢 决定在 英女王的度假城堡 温莎城堡 举行场婚礼 结果婚礼还没有举行啊 结果英国媒体传出 周围的乞丐 发财了 说一周至少赚 2000多英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本来呢 这个温莎城堡就是一个旅游胜地 有很多游客络绎不绝 顺便呢 给乞丐一点 所以大家就喜欢去那边赚钱 但随着婚期的临近呢 有很多乞丐 现在已经提前进驻 去那把位置了 安营扎寨 就是希望在婚礼的 那个前前后后 赚的满盆拨满 盆满拨满 好 那个这个说到这个呢 就是有一些流浪汉 确实是无家可归 不得不当乞丐 但是有些人就不一样了 他们专门坐火车 从英国别的地方 跑到温莎城堡来祈祷 那很多人就说啊 随着婚期临近 有些人坐飞机 从外国跑来这边 当乞丐 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接下来看 大家也在讨论 最近啊 看到这些纯真的诗句 在网络上爆红了 这是三到十三岁 小朋友写的诗 其实满腹诗意 更多哲理 我就念一个叫做原谅 他是八岁 叫做铁头的孩子 他写的诗 他说春天来了 我去小溪边砸冰 把春天砸得这头破血流啊 花开的时候 他就把这些事都忘了 真正原谅了我 你看其实里面还有很多 有一个我印象很深刻的 叫做江二曼 他七岁而已 他写了两句话 他说灯把黑夜烫了一个洞 这么纯粹的诗句 然后又这么直接的语会 让我觉得这世界 很多纷纷扰扰 好像在这些孩子里面的心里面 是做最写实的点评吧 对 这个孩子的语句 就反映了他们的心里 你看孩子的眼睛 是多么清澈 所以他们看到的世界 和我们这些成年人 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好 去一下广告 下一节会来聊聊 科技圈 马云和其他大佬那些事 讲到这互联网大会 谈出了很多朵花哦 这些花都还在盛开当中呢 但是其实大家看到的是更多的 这花花绿绿的边缘新闻了 是不是也这一场大会 谈出了这科技大佬 这些不同的火花 以及互相之间的不和谐吗 要来看看了 这次乌镇互联网大会上 有两场饭局 其实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聚集了不同的大佬 可以说是全世界 顶级人物都在里面了 首先来看到的是 这大佬的饭局呢 有一个丁磊作东的 这顶级饭局 因为里面汇集了 这中国互联网的半壁江山 那另外一群 这是刘强东也办了一场饭局 里面也真的是 哇钢铁人一堆啊 但是观众朋友 讲了这么多 大家就在看 马云到底在哪边 这照片里面怎么找 怎么翻 就是没有看到他 他也不是被PS掉了 因为他这两场饭局 好像都没有受邀 对想你说的没错 在所有的和乌镇有关的饭局当中 都没有看到马云的身影 而且不只是今年 往年所有的互联网大会的 所有饭局 都没看到马爸爸的身影 马爸爸到底去哪里呢 昨天我们节目当中 大概网友也在很八卦 讨论的是 马云为什么没有参加 结果今天 应该马云自己回应了 这不是马云没参加 是人家根本没邀请他 哇 马云身为这么厉害的人物 其他的大佬 怎么没邀请他呢 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回味的问题 那马云自己就回应说了 他说他自己没想过 参加还是不参加 反正没人邀请他 但是邀请了他也不一定有时间 哎 话还没说完 他接着说啊 对丁磊的那场晚宴呢 他说其实丁磊要吃顿饭 其实挺好的 但是呢 他觉得这几年这个饭局呢 被搞得变味了 好像被贴上了很多标签 像帮派江湖拉帮结派一样 说到这呢 大家本来以为又晚了 马云还没晚 他接着又补了最后一句 他说啊 要是我马云搞一个饭局 你信不信 我能把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请过来 没几个人能请得起我马云吃饭 等等等等 所以看完马爸爸这一连串的回应啊 网友就惊呆了 说本来你可能是两拨千斤 随便回应一下 没有去就完了 结果呢 这个回应看了之后呢 就觉得马云不仅是不食人间烟火 而且还有这么一点点酸溜溜的味道 大家是也似乎窥探到 他和其他科技圈大佬之间 比较微妙的关系 哇 这场饭局衍生出来舌尖上的PK啊 已经饭都变味了吗 有人这样评价的 那其实马云呢 在这个论坛上面 他其实有表示了一些他的看法 他说 我看到最受关注的就是饭局啊 我觉得乌镇啊 要把它当成论坛好吗 各位媒体朋友们 他说在论坛结束之后啊 这马云也向媒体说 对不起大家啦 我作为东道主 因为我是浙江人嘛 我们也请大家吃顿饭 大家就enjoy yourself吧 还落得英文哦 还说自辩吧 他说早上看到 大家都在讨论一顿饭 他是觉得说饭很重要 但饭桌上谈论什么更重要 到底他还讲了什么话 透过这个片段告诉你 我们不应该跟人太多的 这个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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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早上看 我 这东西 饭很重要 最重要是饭桌上 他二十多 是个人一项 所以我们每个人 因为要打过这个会议 变成达威士论坛 就像国家达威士论坛的 两个人 马云说的也没错了 老实讲就是饭局上 讨论什么更重要 尤其对于中国人来说 饭局觉得不只是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这么简单 你首先能和大家 坐在一个桌子上 至少证明你们的关系是不错的 建立一些个人友谊 而且呢 饭局还有助于增进你们的商业关系 有很多中国的大单子生意 都是在饭桌上谈成的 作为一个中国人 您不会不知道 那这次的乌镇饭局也一样 给你举个例子 东兴饭局啊 这个东兴饭局呢 你仔细看 其实就是围绕着腾讯的一个局 因为呢 参加的除了腾讯之外 其他的都是腾讯投资的企业 没有腾讯投资的企业呢 也至少是和腾讯关系非常不错的小伙伴 所以这个局也叫做腾讯局 那还有一个58同城姚敬波的局 上面呢 大家看到了两个人的同框 非常难得 就是傅盛和周一伟了 那周伟一 那大家呢 就说以前他们两个 因为种种事情啊 关系破裂 那结果在这个局上呢 相逢一笑 敏恩仇 所以你看呢 这个大佬之间吃饭 真的不只是吃丁磊的猪肉啊 喝喝绍心酒 这么简单 还有其他很多的功能 就是大家增进感情啊 增加投资机会啊 交流交流啊 但是也有网友说了 你这个公筹交错之后 其实互联网企业之间的竞争 还是相当激烈的 一码归一码 但一码归一码 但总是见面三分情吗 马云两个局都没参加到 对 到底说明什么呢 对啊 但似乎有有人在揣测啊 从这些大佬接受访问的言谈之间 是不是感觉得到彼此有一些小小嫌隙呢 我们就来聊一聊 12月3号 第四届互联网大会开幕的时候 像是这个小米公司的创始人 董事长兼CEO雷军啊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就提到了 嗯他说 我是比马云还先提出这个新零售的概念啦 雷军说自己是上午讲的 那马云是下午讲的 那可能是阿里的这个声量比较大咯 所以我的就被盖过去了 你看那时间点抓得比记者都还精准哦 你看我上午讲他下午讲 不过啊我们不约而同 其实也都看到了新的机会啦 那讲说两个人都不错啦 那后来马云在另外一个场合 又回应雷军了 他说雷军的言论我还真的不知道呢 如果雷军先讲 那也挺好的啊 我是觉得这雷军说这话 也不是这个意思啊 也就是说 不是说要比谁先谁快 毕竟我们也都不是学者嘛 那也不是真哪一个概念 谁先提出来的 挺好玩的 那科技大佬今天 是不是真的喜欢互相比速度呢 比产品研发之外 也要比说谁讲的快 这idea谁的快 嗯再来看一看吧 于公于是都这样嘛 马云之前啊 不是在一部这功夫片里面 他扮演了一个这武林高手 圆了自己的武侠梦吗 嗯那搜狐的CEO这张朝阳 他就说自己才是这个 人格化营销的鼻祖啊 才走的比较前面的啊 他说马云玩的都是他以前的套路啦 哇彼此之间 大家这大佬们在这个产品研发上面 这R&D是不是连这个都要争啊 对就是喜欢很争啊 就除了你刚刚说的 招长尧和这些之外呢 我们看到刘强东最近也怼马云了 因为马云呢 其实坦白讲啊 他也确实受媒体的青睐 不论他讲什么话 都会成为马云金句 然后被广泛的报道 然后报道完了之后呢 媒体又会去采访其他的科技大佬 你怎么回应啊 马云前两天呢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哎呀你知道吗 一个月挣几十个亿 是个烦恼啊 我都不知道这个钱往哪里花 哎呀这个比王健林 一个亿的小目标还要更厉害 然后刘强东就怼了一句 他说你看这叫中国富人的耻辱 为啥呢 中国人已经富有到赚几个亿 都是痛苦 但是他们忘了 还有千千万万的人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今天我们无数人已经富裕起来 我们中国人富到我们程度了 大家都知道 富到了就赚一个亿 都是个小目标 富到了一个 赚了几十亿 也都让人很痛苦的时候了 是吧 富到了我们全国 中国人都全世界买买买 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 比方说 我先 政策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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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一个月政策一二十亿的人 其实是很难受 在这么富有的时候 在我们国家 还有几千万人口 生活的这种极端贫困的状态 我想 这是我们整个中国人 特别是中国已经富起来 我们这帮富人 每个人已经耻辱 好坦白讲了 其实刘强东刚才这句话呢 完全不是特别针对马云 那他要讲的重点的是说 先富起来的人 要帮助那些贫困线 让中国全体实现脱贫 他其中有一个定义 这个建议 说这个富人群体里面 只要有10%的人站出来 每个村去做一个名誉村长 用你所有的资源 去帮助这个村 这样呢 却可以让中国变得更加的富有 公平 有质量 对啊 刘强东也在微博 喊出三年内要帮村里的贫困户脱贫 五年内要帮全体村民收入 什么 翻个十倍 那其实马云这方面 他也是有努力的啦 如果有数据会说话 12月1号 他也是正式请动了一个脱贫基金 到这个项目当中 那当然马云也会回应这刘强东了 他说 其实他提到了 公益不是道德高臂 也不是说要攀比 和出钱没关系 大家各尽所能啊 那马云对于这刘强东的言论 这个访问我原话讲 他说哈哈一笑表示 就哈哈一笑 那他说做公益要高调 但是做慈善要低调 他也强调 我们不是要消灭穷人 真的不是这样的 是要消灭贫困 那企业家是要建立 消灭贫困的基础设施 那另外呢 扶贫你要有扶贫的做法 消灭贫困要有消灭贫困的做法 那脱贫有脱贫的做法 他提到一个观点 扶贫是政府做 那脱贫就是企业做 那脱贫也是一种机制 那要怎么做呢 其实就是要正式投入 让大家看到结果吧 对 然后另外马云虽然现在富可敌国啊 其实他谈到脱贫呢 他有自己切身的感受 因为他以前就是穷过来的 有多穷呢 他举例子说 他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 每个月的工资只有80多块钱 生活非常窘迫 然后曾经有过 就是一连十天每天的生活费 只有三块钱啊 一年都吃不到鸡 非常的痛苦啊 所以呢 就是说他自己也是这么穷过来的 所以他知道怎么帮助穷人 怎么脱贫 但是呢 网友听完他就说这个话呢 又开始联想了 说马爸爸 你怎么比富 你要觉得第一 然后比穷 你也是后生心很强啊 富不能输 比穷也想拿第一啊 反正马云好像说什么 都会被媒体报道 说什么都会被媒体队 也会被其他的科技大佬队 讲到比 又要提到一场比赛了 就是奥运要来 但今年有一个队伍 可能没办法比啦 也是一个好生心特别强的国家 对啊 他们就叫做俄罗斯 因为啊 在国际 奥委会说了 禁止俄罗斯参加 2018年平昌冬奥会 告诉你怎么一回事 刚刚我们在这个片子有看到 他说俄罗斯也有一些前提之下 这些运动员符合资格可以参加 那重点像是你必须要符合 他们各自运动项目的参赛 标准这些个别的运动员 而且过去你不得有因为 这违反兴奋剂的规则 被取消比赛的资格 或宣布没有资格参加比赛的经历 还有像是运动员必须要接受 这奥运会前的测试任务等等 那说真的念了这么多 这些应该是俄罗斯的奥运员 他们自己要去查实的 那不管怎么样了 今年俄罗斯确定在比赛的奖牌当中 前三名是绝对无缘了 没错 但是被国际奥委会禁赛 对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来说 都是蛮丢脸的一件事 因为国际奥委会说 他们掌握到了证据 说俄罗斯政府大规模的指使运动员 服用禁药 这个巨大的丑闻 但是俄罗斯也不是吃素的 他觉得自己被冤枉了 首先俄罗斯的奥委会主席就说 他会向国际体育仲裁院进行上诉 另外俄罗斯冰球协会主席就说了 他说这是一个阴谋 国家委会的决定是不专业的 肯定是受到某个国家的施压 不希望俄罗斯参赛 另外看到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在转播 刚刚您看的这场国家委会的决定的时候 他们特别在下面滚字 走说明年2月份 他们不会转播韩国平常的冬奥会来表达不满 另外他们的屏幕右上角 五环的标志被他们打了一个斜杠 标识抗议 但是说做了这么多举措 讲说自己是无辜的 自己是清白的 但是有另外一方面用画面来说话 接下来要带大家看到的是全程揭秘 为什么俄罗斯会被奥委会竞赛呢 这就是我们的系统 在俄罗斯的东西 东西价钱价钱价钱 它是伤务的 然后就在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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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俄罗斯 给了我一道菜 所以我只是七副 然后就在俄罗斯 然后就在俄罗斯 然后我比较快 比较比较比较 比较比较比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这年头啊 当主权当艺人 真的不好干 你知道为什么吗 对因为有才华的人实在太多了 我们显得一点个性都没有 怎么办 就连警察贝贝 不只会抓犯人 还会念rap 我是杭州下车的社区民警 我叫冯淑婷 抓捕坏人走访民情民情 也随便放年轻 后边的直奔 最讨厌的是打架斗欧的报警 还没有现场的感觉 这气氛中充斥着无数酒精 大家稳赔不顺 还要承担法力风险 一时冲动下手过重 马上让你顿班 少则几天一不小心 就要进去几年 但也别怕 我没有公平公正的执法规范 这个载厚的手术 已经被我们绑架了 那个天我办公室 把那个天我办到我身体堂 变性诈骗的套路多 每次看到也是对了 只要让你们掏钱 一定别信他们的鬼话 还有很多大学生居然拒绝警察的帮助 我说你不要打款 你说我挡你财路 躲着躲去 被人摆裤 被骗了之后找我公诉 有时真的生气 也会帮你找到钱的去处 时刻保证安全 加强地铁安检 大家都急着上下班 不管你再赶时间 过个包 喝口水 是为了杜鹃危险 你非要找我理论 那我就跟你聊聊天 可些我们的知识 是用大家的努力 相互理解 相互体谅 警察也不容易 他们风风雨雨 维护着你们心中的正义 请回想一下 曾经对那首歌的记忆 我在马路边 见到一分钱 把它交给钱 成叔叔 手里边 叔叔拿着钱 对我把头点 我发心的说了声 叔叔再见 你让我很惊讶 分不清保安写警和警察 总想要舆论来绑架 结果认错了十分尴尬 百智不做得很像 为了时刻让坏人害怕 可我们的弊章独一无二 送写着大大的警察 要说有一种事件 我真是鸡皮立卷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差不多天天碰见 新时代的中国爱意 舞蹈造诣匪浅 占据广场花园 甚至还有卢浮宫的门前 开发区的环境治理 全面富有成效 优美整洁的场地不少 您可以尽情舞蹈 但仍然会有噪音举报 早点结束为好 安居乐业的社会 是我们大家的需要 所以想你到底是警察贝贝 还是美女 是警察妹妹 就是有网友更正我 告诉我说 真的是要为他们大大点赞 会念Rap 又有实际 帮我们保安治国 对 这不仅是中国 其实在新西兰也一样 警察呢 不仅是全能型的 而且呢 这次他们拍摄一个招募影片 还把新西兰最火的网红 给招募过来了 现场飙热舞 中文字幕志愿者 We need individuals who want to be part of a strong team When you join the police, you'll be trained with skills to keep you and others 今天我们编辑挑选的三支MV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特别然 有没有,哇,那个打舞功像跳HipHop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谢谢您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